國五的部分大概從上午8點接近9點的時候 逐漸有車流的湧現 大概在投繩到平臨北上這個路段一直持續大概到6點左右 今天是中秋連假的最後一天 那我們預估今天的交通量會達到110百萬車公里 那整天的交通量的一個流量都會以北反的車潮為主 那我們預估大概從中午過或北反的車潮會逐漸出現 那截至目前為止 整個西部國道路況都是順暢的 大概都會維持80以上 那國五的部分大概從上午8點接近9點的時候 逐漸有車流的湧現 大概在投繩到平臨北上這個路段會有持續走走停停的一個現象 那不過整個路況來說還是集中在這個投繩到平臨這個路況 是屬於比較車多的一個現象 我們還是呼籲用路朋友就是在西部國道要北反的用路人 可以提早在上午中午以前出發 避開下午的尖峰的一個車潮 那國五的部分大概從現在開始 大概整個都有車多的一個現象 那下午的話還是會持續維持車多 現在一直持續大概到6點左右 所以我們也呼籲用路朋友能夠提早上路的話 都盡量在上午的時段來出發 會避害下午的一個尖峰的一個車潮 那西部國道的部分我們還是呼籲如果下午如果真的要出發的話 如果真的要使用國道的話 可以多利用長途的部分可以多利用台61線 來替代整個國一跟國三的一個長途的一個路徑 那國五的部分可以多利用台9線的一個替代道路 來替代整個國五的一個路徑 現在來問一下 好 我們來問一下 我們來問一下 這個質疑天 說明的 你 我們來問一下 昨天 最好 和